哈囉大家好我是瘋番薯 叔叔剪到影片快要CAM掉了所以請我來代辦 這次要介紹的卡片上面畫面有寫啦自己看喔 鐵拳獸人戰士 入場曲隨機將一位皇家蟲者從排隊抽到手牌中 並使其消費-2 超強的 平常的212的從者虧一點體質的抽牌從者都會放了 沒有理由不放這張啦 646的小虧一點的體質 補給你抽牌的手段 重點是他還可以消費-2 除非你本來抽到的卡片就零費 這張的強度才不會出來 但是不可能啊 等你們看到六費雷射母或者是抽馬桶的時候 你就知道可怕了 呵呵呵呵呵呵 暴能強化的效果更不用說 多花3PP多減7PP 就是賺了4PP啊 我數學是不是很好啊 喔 更別提他 進化後不歸體質的效果 還可以賦予其他的皇家護衛從者途徑 暴能拉到亞瑟王進化獸人戰士 全場一起跑起來打人啊 當然也是有機會拉到低費的從者就會虧 但是經由你們這些聰明人的計算 或者是靠賽 這種情況還是蠻有可能發生的啊 什麼 你說你是非洲人 那你就打原始消費的 怎樣都不會虧囉 購組方面可能會與射塔之間做個取捨 而這張更適合做一個鋪場的壓制 可以放個2到3張 槍械設計師 攻擊時如果對敵方的從者進行攻擊 則可以先給予敵方的目標 兩點傷害 太扯了吧 搭配希爾瓦的效果 他可以途徑出來 直接白嫖掉222的從者 如果新環境沒有順便樂服一下希爾瓦 真的受不過去 暴能強化後還可以多一張的 槍砲火又調和絲 庫姆又到場上 庫姆又 你看這個卡面是不是很棒 羨慕請隨機給予敵人的主戰者或敵方的從者一點傷害 這個傷害會進行3次 超猛的 在這一隻從者送死之後 人偶籌可以很輕易的把1點2點血的從者輕易的解決掉 那麼這張牌 在構築方面的話 可以在人偶籌裡面放1到2張 雖然說這一張很優秀 但是要搭配到希爾瓦或者是進化點才有他的價值在 而基偶戰士本身就 可以給傀儡還是比較百搭的 那麼 本期的解說就到這裡了 下次叔叔還會不會請我代班我也不知道 我是羽豐番薯 大家掰掰了 掰掰